接著帶大家來看到高雄的橋頭區 昨天晚間發生引起嚴重的車禍意外 有一名22歲的犯姓男子 他當時騎車行經事故入口的時候闖了紅燈 當時呢剛好有一輛公車經過 於是犯姓男子他是直接撞擊到了公車的車身 而他倒地之後是全身多處骨折 被緊急送往醫院抢救 不過他的機車卻是當場呈現倒立 緊貼著車身的離奇畫面 至於詳細的事故原因 還有帶警方調查離情 駕駛公車的46歲胡姓男子 當時準備要從公園路左轉成功北路 而騎機車的22歲犯姓男子 卻突然從左邊衝過來 輛車當場發生碰撞 造成犯姓男子受傷倒地 送往醫大醫院及醫治 身體有多處骨折 不過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而透過畫面大家可以看到 當時犯姓男子行駛方向的號制燈是紅燈 而且他的車速相當的快 直接就往公車撞上去 撞擊之後機車的車殼碎裂滿地 機車還垂直倒立緊貼著公車撐身 畫面相當離奇 而經過初步調查 騎車的犯姓男子是因為違規闖紅燈 才會導致事故發生 至於是否有酒駕 或者是其他的肇事原因 警方仍在調查當中 桃園市的龜山區 在本月的20日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一名就讀某科技大學 三年級的離姓大學生 他騎著機車在穿越紅燈路口的時候 結果撞上了對向左轉的自小客車 造成離難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而初步瞭解 當時離難是為了要趕去打工 因此才會闖紅燈 卻不幸丟了姓名 畫面上方的黃燈轉為紅燈 右側的機車卻加速穿越路口 衝撞一輛正在左轉的轎車 驚悚的畫面發生在桃園龜山 20日下午3點多 三年級的離姓男大生趕著去打工 所以在萬壽路二段 與大頭路口闖紅燈 進而發生悲劇 男大生血流如柱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宋一強叫吼仍宣告不至 機車零件散落一地 可見撞擊力道之大 警方初步研判 男大生闖紅燈是造勢主因 而急著左轉的轎車也脫不了關係 詳視造勢原因和責任有待進一步釐清 國道一號北上路段 在昨天晚上的七點多 發生了連簧追撞的車禍 有一輛貨櫃車 疑似因為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在行經林口的下坡路段的時候 碰撞了前方的八輛自小客車 盡管當時的貨櫃司機 有一路長按喇叭示警 但仍然有部分的車輛 來不及閃避遭到追撞 場面相當出目驚心 國道警方表示車禍時間 在晚上的7點11分 32歲的簡姓男子 駕駛著半連結車 疑似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失控碰撞前方的八部小客車 事故涉及九輛車 一度佔用內側兩車道 而其中一輛小客車 51歲的謝金駕駛略感不適 雖然沒有明顯的外傷 但仍然送往林口長庚音樂救治 目前並無大礙 而國道警方呼籲 六路人應該遵守交通規則 行車應該保持安全距離 開車上路前要養足精神 隨時注意前方動態 不要疲勞駕駛 無論駕駛或者是前後座的乘客 都應該系統安全帶 以免遇到狀況應變不及 前幾天寒流來襲 這個南台灣可以說是變成了凍番數 所以導致雲林沿海因為氣溫奏降 當時低溫平均大概只有10度 所以許多的濕木魚是凍傷了 那回溫的時候 因為這個濕木魚原本很冷 那你如果天氣突然回溫的話 是會引發大量濕木魚暴斃的狀況發生的 就有一名養殖業者 同時他也是台西的鄉民 代表陳溫球就說 目前估算整個濕木魚凍死的數量 大約有1萬台一斤 如果天氣是持續回溫的話 可能這個暴斃的數量 還會再持續上升 而目前已經以含氦濃損來通報相關單位 陳溫球指出氣溫奏降 或者是突然升高 都容易造成濕木魚死亡 台西鄉地區最近兩天的氣溫 大約11 12度 就造成了許多濕木魚凍傷 昨天早上太陽一露臉 氣溫回升到13 14度左右 大量的濕木魚就立刻暴斃 翻渡死亡 他在巡池時 發現餘溫的水面都飄滿了魚濕 粗估死亡量大約超過1萬台金 而未來幾天 如果氣溫持續上升的話 魚死量可能還會增加 還是要強調整